中國金融市場連環暴 就在最大民營房企碧桂園暴雷之際 中國最大資產管理公司中止企業集團也驚傳暴雷危機 中止企業集團旗下的中融信託因為投資房地產失利 目前已經有3500億人民幣的信託產品暫停兌付 根據公開資料 中融信託是中央企業 由央企經緯紡織機械公司控股 持股比例為37.47% 近年來 中融信託的房地產業務佔比持續增長 深圳商報援引的數據顯示 2017年至2020年 信託資產投向房地產的佔比分別為6.61% 10.99% 17.65% 18% 那大眾反而更加緊張 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擠兌的這個現象 有報導指出 房住不炒政策讓房地產業向銀行貸款受限 中植系旗下中融信託等公司成為新資金管道 不過中國當前房地產相繼爆雷 華夏幸福 融創恆大集團 楊光城 藍光集團等數十家企業 信託違約迅速蔓延 學者認為 短期影響其他信託基金的產品 可能產生大規模赎回潮跟擠兌的金融風險 對於我們說金融產品 理財產品 銀行的信貸方面 都會產生市場信心 而且對於整個股市投資市場來說 都會災難性的一個連鎖的反應 因為資本是貪難的 但是同時資本也是恐懼的 所以發生有那種災難的時候 他們也是爭先恐怖地進行踩踏 中植系暴雷的原因呢 看來也是一個全社會的問題了 基本上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經濟下滑 銷售下滑 然後公司企業流動資金枯竭 這個問題先揭開了一個蓋子 看來揭開了一個蓋子以後呢 後續的房地產和理財產品的暴雷呢 可能會接二連三的發生 因為很多很多公司都處在類似的情況 這場被形容是中國版的雷曼風暴 腥風雪雨 8月14號 中國樓市再傳壞消息 遠洋集團因未能如期支付 2094萬美元利息導致票據違約